很為他開心嗎? 因為我本來就知道這不是事實嗎? 所以我覺得只是讓大家更清楚一年 你昨天跟VN有聚會嗎? 沒有 前兩天 然後昨天是因為新聞有感的發言 不是啊 因為收到他的照片 因為我們是他的公司同事幫我們拍的 然後後來他就去工作了 我是隔天早上 因為我可能晚上我就睡了 隔天早上看到他的照片 很為他開心嗎? 因為我本來就知道這不是事實嗎? 所以我覺得只是讓大家更清楚一年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所以就出來才知道對不對? 那那個美根離婚之後 他整個心情上面又有蜜蜜蜜? 我們沒有特別聊這些 因為他都帶來飛去嘛 然後好不容易就中間有一個他工作的碰檔 然後我就跟他去喝杯咖啡啊聊聊天 這樣子 你最近有大哭嗎? 有啊 對 有 但都是我自己一個人 但我覺得我很感謝我身邊的團隊 一群就是非常善良的人 有一天我召開了小巨蛋會議 十幾個人 然後一個一個道歉 跟他們說我不唱了 然後到晚上十二點 我的經紀人一路從捷運 打電話給我 一路嚎嚎大哭哭回家 我被他那一通電話 被他的眼淚 他就 為什麼? 有沒有要做錯事? 她 她 深深愛著她 她 她 永遠的忙 她 她 送她玫瑰花和吉他 出道三十一年 經歷結婚生子 許若萱仍然嘗試各種挑戰 這回為了小巨蛋演唱會 推掉所有戲劇邀約 回到歌手身份賣力練唱 卻經歷一場無望挫折 陷入出道以來最低潮 你最近有大哭嗎? 有啊 對 有 但都是我自己一個人 但我覺得我很感謝我身邊的團隊 一群就是非常善良的人 有一天我召開了小巨蛋會議 十幾個人 然後一個一個道歉 跟他們說我不唱了 奧了一動打算不唱了 因為我覺得小巨蛋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我沒有很開心 我怎麼開心得起來呢 然後到晚上十二點 我的經紀人一路從捷運 打電話給我一路嚎嚎大哭哭回家 我背他那一通電話 背他的眼淚 他就說為什麼 有沒有要做錯事 為什麼為什麼要因為這樣就放 廠商都沒有放棄你 我們為什麼自己放棄 然後我經紀人就一路 我都可以想像他的表情就是 對天在那喊大哭 為什麼 這世界太不公平了 天你覺得委屈 他就一直哭 他那個眼淚讓我 就是整個把我打醒 就是身邊還有這麼多愛你的人 為了愛你的人 你都要把這個小巨蛋做好 許若萱告訴自己 所有的考驗都是貴人 風波不會改變他熱情好客的個性 鋼鐵壁的性格也隨著時間 越來越成熟 大家都知道我很好強 對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很愛撐 大家都會 朋友啊 粉絲啊 家人啊都會跟我說 不要把自己搞那麼累 都要提醒我要好好休息 但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我的一種習慣 然後跟我的安全感 安全感 對 不停的工作應該是我的安全感 你也會有遇到很倒霉的時候 很倒霉的事情 然後解釋也解釋不清 但是慢慢你成長之後 你會比較理性 你會比較穩重 你會知道說 把該說的都說了就夠了 其他事情你也管不了 從當年為了摩托車出道的青色少女 到如今的電影監製演唱會總監 三十二令的演藝事業 許若瑄勇敢依舊 讓她活出屬於自己的精彩